说起自动泊车 不管您用没用过 这些年一定听过 网上的视频应该也看过一些 这个功能在近几年的新车上 搭载率很高 大部分的新势力 已经做到了全息标配 但是跟其他的自驾功能相比 自动泊车不论是讨论度 还是带大家心中的重要性 都要低很多 万事皆有因 对此呢 我询问了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们 对于自动泊车的看法 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 很多车位都停不进 你其实还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你过来就没用 停得太慢了 总结起来就是 自动泊车可以停的车位 人停得要比它更快 而人停不了的车位 自动泊车更加停不了 不难发现 停得慢和停不近 是导致大家 不愿意用自动泊车的两大痛点 这个结论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但我也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要去买这些 他们认为不好用的自动泊车产品 难道在买车之前 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吗 于是呢 我又跟几位车主朋友们 聊了聊这个事情 问完之后发现 有的人其实在买车之前 并不在乎自动泊车 只是恰好买的车上有这个功能 也有人呢 是冲着自动泊车这个功能去的 但是在选车的时候 也只能停留在配置层面 找了一台 有自动泊车配置的产品 再买回来之后才发现 这个功能实际上非常鸡肋 配置表上只能看出有和无 即便都是有 但同样的功能配置下 自动泊车的能力 依然有强弱之分 那么市面上 有没有什么测试或者标准 来评测自动泊车能力的高低呢 其实这样的内容并不是没有 上网一搜就能找到很多自动泊车测试的视频 我们往期的Sarmark也做过泊车测试内容 大家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实现了对自动泊车能力的评测 并且给出了最终的能力排名 看完这些视频 自己在用自动泊车的时候 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这些测试虽然给出了不同车型自动泊车的能力排名 但其排名下所代表的泊车能力 在实际生活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还是缺乏足够的场景对照 就像某台车在媒体的续航测试里拿了第一名 但这个续航测试 跟我们实际平时开车时的工况 到底是怎样一个对应关系 如果测试的场景太难或者太简单 和实际的场景偏差太大 那用户又该怎么去参考这个测试结果 这些我认为都是自动泊车测试中可以优化的地方 任何测试都可以分出高低 但进一步来想 用户为什么要来花时间看你的测试 这项测试到底帮他们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 带着这种反思 我们开始重新制定了4RMark的自动泊车测试体系 回顾开头 自动泊车目前的痛点在于 这个系统可以停的车位呢 人停掉比它更快 人停不了的车位 自动泊车更加停不了 那么既然停得慢和停不近 是大家不愿意用自动泊车的两大主要因素 那我们就应该以驳车效率和驳车极限能力 这两点作为测试的核心考核指标 另一个重点是测试要匹配用户的实际用车场景 用于测试的车位一定要有足够的常见性和代表性 它既不能是新手都能随便停的简单车位 也不能是纯粹为了增加难度而刻意制造出来的特技表演性车位 我们希望驳车测试中的每一个标准测试车位 都有它实际对应的真实生活场景 测试中划分的每一个档位也有它对应的实际意义 于是经过42mark团队的集思广益 以及我们众多同事的实地勘测 我们终于制定出了42mark全新的驳车测试体系 欢迎来到42mark自驾科莫2 正在驳车 请注意周边环境 在新的SYARMARK自驾科莫2体系下 我们将测试分为了速度测试和极限距离测试两个大项 分别对应驳车圈速绑和驳车极限绑 其中速度测试主要考核容易停的车位 自动驳车能不能停的和人一样快 而极限距离测试则考核 有难度的车位 自动驳车到底能不能停进去 测试车位的选择上 我们和驾考科莫2一样 选择了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垂直和测方车位 并且为了避免测试的难度过低 空车位和仅一侧有车这样的简单场景 我们就没有做测试了 所有制驾科莫2的测试车位均为两侧有车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和大家介绍 驳车圈速绑和驳车极限绑的测试项目 驳车的效率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时间 驳车用时越短效率越高 赛道全速绑可以体现车辆的机械性能 我们这次也给芝加科莫2做了个泊车全速绑 在速度测试项当中 我们模拟日常情况下的基础难度泊车场景 测试选用的垂直车位长5.8米 宽2.5米 横向以车宽1.8米 每一侧各流60公分的开门作为标准间距 两侧再以车轮外援为界 各停一台障碍车 垂直车位方面 在选取障碍车的过程中 为了让所选的车型停入车位之后的车长不注意过长或者过短 我们选取了公司的两台中型轿车 Model 3和1T5作为参考 在用其他更短的车辆作为障碍车时 也让其前保险杠尽量与参考车型处于齐平的位置 速度测试所用的侧方车位为靠墙车位 尺寸长6米 宽2.4米 我们以车长4.8米 前后各流1米为标准间距 在前后以保险杠边缘为界 各停一台障碍车 速度测试中我们先开启测试车辆的自动泊车功能 系统成功识别车位后 让车辆行驶至统一的起点 让车辆的右后脚位置和标记点对齐 开始泊车之后启动即时 当车辆完全驶入车位 结束泊车并且挂入P档之后停止即时 为了减少测试中因为系统波动所带来的误差 同时也让成绩中可以体现出系统的稳定性 每台车将记录4次有效成绩 而达成4次有效成绩 所以所用的常试次数也将被记录 说完这些我们可以看一看 ES7在博射圈速榜中取代的成绩 拿到这个测试成绩之后 为了让大家对这个速度能有更好的对照 我们让公司有驾照的同事 在同样的测试条件下进行了人工泊车 最终得到了不同驾驭组别的平均泊车速度 人工驾驶下总体来说 仍有一些测试的随机性仅供大家参考 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参考我们的标准 自己去找车位来测试一下自己的博车用时 这样的话在看榜单的时候会有更清晰的对比 接下来是极限距离测试 距离越窄越能体现出车辆的窄车位博车能力 这个项目的考核重点在于 有难度的车位自动博车到底能不能帮我停进去 哪怕速度稍微慢一点 能停进去那也是好的 因此测试中我们不再记录时间 但是新增一栏博车成功率 每一个档位下均会记录一台车10次博车尝试中 成功博入的次数 识别不了或者说博入过程中退出都会被视为失败 这里需要说一下我们对于博车成功率的思考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在使用自动博车的过程中 如果车位识别失败 最多也就愿意给系统第二次尝试的机会 如果第二次识别仍然失败 基本上就不会再尝试第三次 干脱直接手动博车 还是没有识别 那我就自己手动拿了 基于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反过来推算 博车成功率要到50%才能做到 平均尝试两次 至少能有一次成功博入的这么一个底线要求 而一套用户愿意去用的博车系统 成功率必须高于这个底线 所以我们给博车极限距离测试 所设定的及格线 最终选取了60% 也就是10次测试中至少要成功6次 才能被视为挑战成功 然后再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划分的测试档位 实际生活中导致车位距离狭窄的因素里 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相邻车位的人停车不规范 出现了贴边或者压线甚至越线的情况 因此垂直车位 我们根据实际生活中会出现的贴线和压线情况 做了这么几档划分 一开始是一侧车辆贴线 下一档是两侧车辆均贴线 接着是一侧车辆贴线 另外一侧车辆完全压线 再往后是两侧车辆均完全压线 来到侧方车位 我们同样根据类似的情况 作为档位划分的依据 但设置的难度更高 分别为一侧贴线 两侧贴线 一侧越线 一侧贴线和两侧越线 极限距离测试中 我们不在限定车辆的起点为止 驾驶员自由驶驶车位后 识别成功即可开始驶车 从低难度往高难度走 每一档十次的尝试中 成功驶入次数大于等于六次 即可进入下一档测试 以此类推 同样的我们再来看看标准车 ES7在极限距离测试中取得的成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视频的开头我有说过 在最初制定这次驳车测试标准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的两个思考 一是以用户对自动驳车的痛点为出发 作为考核基准 二是一定要结合实际的生活场景 对应到测试标准当中 我们的驳车圈速榜和驳车极限榜 都是在这样的出发点下测试得来 但接着我们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在极限测试中 除了相邻车位停车不规范 所导致的停车难问题 现实驳车场景中 还有一类不可忽略的距离限制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路宽过窄 典型的代表有两类 一类是某些停车场内 为了避免车流阻塞而设置的 单行道双侧垂直车位 倒入车位时 车头的侧前位置空间容易受限 而另一类则是老小区里的侧方车位 即便车位本身够宽 如果路太窄 这时候也会因为倒入角度受限 而导致难以完成驳车 为了更好的模拟出这两类场景 我们查询了相关的道路标准 并去往了多个这样的小区和停车场 进行实体勘测 最终我们根据这类场景 制定出了极限路宽测试 在垂直极限路宽测试下 垂直车位的横向间距设定 和速度测试中保持一致 障碍车车头和车位前方的白线对齐 在正对的另一侧 我们用障碍车和水码 以前保险杠为界控制驳车可用的道路宽度 所以实际驳车测试中 可用的完整道路宽度 就是对向两车的前保险杠距离 根据我们在同类车位场景下收集的数据 相对两车均为中型车时 路宽大约为4.8米 我们将其设定为测试的第一档 若相对车位的一侧 停了一台5米级别的大车 那这时候间距就缩短到4.6米 我们将其设定为第二档 接着就是相对两侧都停了5米级别的大车 此时间距缩短到4.4米 我们将其设定为第三档 同样我们依旧按照极限测试的标准 每一个档位测试十次 成功驳入六次以上 设为几个可以进入下一档位的测试 侧方极限路宽的测试 有一点和垂直测试不一样 垂直极限路宽测试 难在单行道造成的路窄 实际垂直车位内的空间依旧是正常的 但侧方极限测试实际对应的场景 通常在老小区的路边 本身没有车位线或者车位很短 不完全遵循国标 大家停车靠的也比较紧 因此在这个项目中 侧方车位的标准长度 不能再像垂直极限路宽测试那样 以普通的速度测试为标准 而是要与老小区实际的情况作为参考 所以我们在这类场景下的不同小区 做了大量的实地测量 最终我们得到了平均车位长度 大约为6米 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6米并不是车位长6米 而是前后车的间距为6米 换句话说就是 这类老小区里如果碰到了一个 前后车位都有车 而且看起来还是能停进去的 侧方空车位 那这个空车位的长度 通常就会在6米 定好侧方车位的标准长度之后 我们再来说侧方路宽的难度划分 小区的主干道 通常是比较窄的双车道 而楼洞之间通常是单行道 经过我们的实地测量 这两类场景下 路间到侧方车辆车轮的间距 在主干道上大约为4米 在楼洞的单行道上大约为2.4米 小区中还会碰到的一类场景 就是道路上偶尔有临时停放的自行车 或者电瓶车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了支路上 那么路就堵住了 肯定是没有办法泊车了 只能等待他人挪车 那如果是发生在主干道上 那么还会剩下大约3米的道路宽度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场景又加入了一档 两类极限路宽测试的由来 和档位的划分逻辑 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 我们继续来看标准车型ES7 在这个项目中的测试示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在经过了速度测试 极限距离测试 极限路宽测试 一共三个类别的测试之后 ES7在我们全新测试体系下的 Sarmark自驾科莫尔中就有了完整的成绩单 为了便于大家的对比和观看 自驾科莫尔测试的每一台车 我们都会将细分测试项单独剪辑出来 除了测试成绩 我们还会给出对应泊车系统的使用体验和评价 也会给到大家我们在使用中发现的一些技巧 例如如何增加车位的识别率 识别后怎样停车 可以减少车辆驳入前的挪车时间 除此之外 我们所有的测试都尽可能的保证了 主机位拍摄位置的固定 所以经过一些后期处理之后 可以实现同视角的双车 乃至是多车的驳车速度对比 视频到这里 Sarmark自驾科莫尔的第一期介绍内容 就基本和大家讲完了 这次测试是我本人第一次在车库 来执行自驾的横评内容 从街道项目到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测试 怎么去制定标准 以及实际的执行和拍摄过程 总共经历了两个多月 被大集和项目组的同事催了很多次 比预计的deadline晚了有一个多月 对此我很想跟项目组的各位同事 以及各位粉丝们说一声抱歉 但这个过程里 我们确实碰到了非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很多事情在执行中的难度 也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大 比如项目一开始 我们决定把新体系的驳车测试 做成一个可以长效更新的测试体系 这就意味着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固定的停车场 作为我们的拍摄场地 大部分的公共停车场 要么是人多难以控制 无法保证拍摄安全和画面的起震 要么就是因为露天无法排除天气的干扰 就算解决了这些问题 也很难保证停车场内 每次都有同一个位置的相连车位 以及这些车位周围 有同一个可以固定来拍摄这几个车位的空地 所以最终还是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库 而大部分的地库 基本没有三个相邻的侧方车位 这也导致满足我们测试要求的侧方车位 变得更加难找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解决之后 我们还面临地库的打光问题 我们实际的拍摄过程 每天会进行大约8个小时 所以我们的灯光功率是600瓦 地库没有插线板 我们一开始用的是极客之前 给我们的一个户外移动电源 那个移动电源的容量大约是一度电 所以每次拍摄两个小时不到 我们就要给那个移动电源充电 最终因为太耽误时间 我们只能拿另外一台车 作为电源来对外放电 后来我们还在垂直极限路宽测试中 面临了车辆不够的问题 因为包括电源车在内 这个测试只要启动 至少需要五台以上的车 每一档测试下的挪车 我们都是事先标记好厘米级别的位置 用卷尺拉成线之后 尽最大的努力去挪车对齐 我本身又是一个有强迫症的人 所以每次的对齐也是一个很好时的过程 我还记得前期勘测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我拿着卷尺去隔壁小区量车位 然后被碰到的保安大叔询问了很久 在解释了半天我来干什么之后 保安大叔还是劝我尽快离开 直到我留下手机号之后 保安大叔才允许我继续测量 但过程中还是骑着电瓶车全程跟着我 接着的第二天 我还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 总之这次的测试 项目组的每一个伙伴都投入了相当多的心血 但回过头来看 我们很高兴自己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坚持了我们想做的事情 现在当我看到自己在项目文当中加错的那句 用户为什么要花时间来看你的测试 这项测试到底帮用户解决了什么问题的时候 我也终于可以坦然的说出 这就是目前最能帮助他们判断 当下自动驳车能力的一档测试 那么最后 伴随我们SARMARK支架科莫尔的 巴车测试预告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